请先开讲义319页第八节 第八节是讲空与一切法 那么下一节是讲法空如幻 这两节都有比较密切的关系 就是说法空就是一切法空 但是这样的一切法空 也可以叫做一切法如幻 第八节先讲一切法空 空跟一切法的关系 这边就一开始就讲空与切法的关系 那这边就举小品博尔经卷一 就提到 导师的引文比较简略 就是画现的地方 但是这边是把整段把它引出来 师立佛白佛言 世尊菩萨如是学 未学合法 佛告师立佛菩萨如是学 与法无所学 有没有 既学又无所学 既要修学 它其实也是归无所得的意思 恶以故 师立佛是诸法不耳 这边可以逗号起来 这些所学的一切法 不是向凡夫所执着的情况 师立佛白佛言 世尊菁云和有 佛言如 无所有 如是有 重点就在这里 无所有 如是有 如是诸法 无所有 所以说 无所有 其实就是信空 如是有 就是缘其有 虽然是 信空的 法性是无所有 是信空 但是展现在外 随顺缘其 它会 会有 如幻的缘其有 如是诸法 无所有 还是归结到空 空性 无所有 就是空 所以 这边讲 凡夫不知道 诸法是无所有 就一切法是空 那么 顾名 无名 因为没有误到空性 所以还是有自信的望子 有自信值 所以当然就是无名 只要悟到 一切法无所有 或者一切法空 就 就破了无名 就不是无名 就是名 凡夫分别无名 贪着无名 堕于恶边 不知不见 于无法中 异想分别 无法就无所有的法 这个 无法不是没有法 是无所有 跟空相应的法当中 去分别 执着 贪着 等等 贪着名色 等等一切法 因贪着故于 无所有法 无所有法一样 是空相应的法 这一切法空 不知不见 不出 不信 不住 有没有 没办法如实的知见 或者是信解 或者安住 事故 似乎都在凡夫 贪着 树中 就都在凡夫 未 永远在三界流转 不出 不出应该是 没办法处理 如凡夫所知的 以为如何如何的一切法 他就认为 他就以他 以他的这个层次 以他的程度来 来认识外在的一切法 他就会认为 应该是怎么样 他其实都是伴随着无名 伴随着他的自性质 那一定是有所取着 外在可能不一定说怎么样的取着 但是他对他自身 他这个无运所合合的这个假我 他一定取着 有我 那自然有相对的我所 就取着于我跟我所 就会有我执跟我所执 一切法的这个如实相 并不如凡夫所知足的那样子 是那样子 他会认为有一个实在吗 会有一个实有吗 是不是 他就会认为 有自信啊 是不是 好 那这边 大智徒论也有 类似的 找住一 角住一的瓜胡二 看大智徒论的一个解释 我们看倒数第三行 角住一瓜胡二的倒数第三行 佛言诸法无所有 就是空 诸法空 就是一切法空 那么凡夫之人于空 无所有处 以为是有 应该是一切法空啊 一切法无所有啊 他认为实在有一个有 以为实有啊 所以者和四旁夫人 离无名邪见 不能有所观 以事故说 着无所有过 名为无名 他没办法离开无名邪见 不能观出法的实相啊 譬如空拳 以狂小儿 小儿着故 未以为有 就骗小孩嘛 说 他以为 这个空的拳 里面有什么东西 谁一张开 也是没有啊 他只是做一个样子嘛 是不是 他以为 这个 五个指头所 形成的这个拳 是实在的啊 他可能认为 这个拳里面 有什么东西 他结尾一张开 就没有 事实在佛问佛 何等法无所有 着 就是无名嘛 那有所执着 那当然是无名啦 好 我们看下一页 三百二十页 事实在佛问佛 那么一切法是怎么样呢 其实这一段也可以再 参考 讲座的这个课判 有没有 那就 就把它拆解的 蛮细的啊 是不是 先举经嘛 我们前面 大略解释的那一段经 那底下导师就是依据 依着这一段经的 一个意涵 来做解释嘛 是不是 有没有 施利佛 问佛 佛 问佛陀嘛 那么一切法是怎么样呢 那佛陀就回答嘛 就是画现的这个地方嘛 如无所有 如是有 如是诸法 无所有 这样子 凡夫不知 顾名无名 那导师就解释嘛 一切是无所有而有 那凡夫不了解啊 不了知嘛 那以为是一般所了解的那样子 所以说是无名 有没有 他这边就把它喷成 这边就变成第二 第二小段 前面那一段 就是 有没有 上一页的 最后一段嘛 凡夫以为一切法 是使有而有所取足嘛 他先讲结论啊 底下在一则这个经文来解释嘛 那接着第二小段 接着第三小段这么讲 这一个问答表示了有两个方面 一个是谜 谜或颠倒 一个是悟 一个谜 一个是悟嘛 众生 众生皆是谜嘛 圣者这边是悟嘛 谜的部分呢 众生以为如是如是有的 那是谜子的生死 如是如是有的 就是他认为是真实有 他认为是自信有嘛 那当然就是 就在生死这边嘛 那圣者 了知一切法 证悟到一切法空 一切法无所有 那就解脱了 有没有 于一切法 谜子为时有 那么就生死 那么体悟或体正无所有 那么就解脱嘛 就分这两个啊 要么解脱 要么生死 好 第四小段 接着 这就符合早期的恶地说 第四小段 就做一个结论 就是一切法与空的关系 那么 其实就是用恶地说 来做一个教学 的方便 有没有 先是 底下会提到 比如说 这边就引中论 秦牧式嘛 秦牧解释 中论 其中一段嘛 这个是如来品 应该是 观如来品 第二十二 有没有 已经是蛮后面 那里面就提到 世俗地者 一切法 一切法信空 而世间颠倒固 生虚妄法 就是 以真谛来讲 当然是信空嘛 那俗地来讲 就是因为 世间人 就是迷惑颠倒 那俗以为是 把这个 虚妄法 把这个真实法 变成虚妄颠倒了 有没有 生起这个虚妄的 执着嘛 生起这个 自信的妄直 于世间 是实 他就认为 这是真实的 有一个实在 对 这些现象 种种 诸圣贤呢 真知 他真正的 物的 这个空性嘛 知道颠倒 这些世间 这些是颠倒的 这一切法 皆空无身 那么 余圣人来讲 那么 空无身 那才是第一地嘛 那才是真实 好 到这边 接着还是 还是结论 还是一个 一个 结说 那么 最后 这边 的结说呢 后面还会再提到 第九章的 那个地方 二地说到 中本般若的后分 那就 有 很多地方提到 二地说 中本般若的后分 为什么要在后分 才提到呢 因为后分 已经比较 偏向 偏向 就是偏重 在方便道嘛 是不是 中分的话 中分是波耳道 那后分 那后分是方便道嘛 这样子 中分有 有六十品 从三甲品 第七到雷教品 第六十六 有六十品 那六十 六十七品 到最后一品 那是 后分嘛 一波耳经来讲 第一地 那就是生意地嘛 没有任何差别 差别啦 或者对立啦 或者相对啦 等等 这些可说嘛 第一地 当然就是 是空 是空性嘛 是涅槃啊 是实际啊 那还有什么差别 像可以说呢 不可思不可以的境界啊 有没有 就是离开了思跟意 不可用我们的思维 去了解 或者用我们的言语 文字去表达 因为我们的思维 思想 那都会落入差别嘛 那言语 文字也是落入差别 就有它的局限性 为了方便说法 不能不说二 但是在 在世间 它要让大家了解 这个 不管是世俗地 还是生意地 世俗地当然是没问题 就是用一般的嘛 大家要共许的 这些语言文字来表达 是不是 那生意地一样啊 要让人家 就是约略地了解 那个生意地 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 那也是要做这个表达 他既然做表达 一定要用到语言文字 那一用到语言文字 那就有相对的这种情况 恶就是相对的 那不利这个恶的语言文字 相对的这些明相 那你怎么讲这些法呢 种种的法 一切法就没办法来说明了 因为其实就像禅宗禅师 要教导他的弟子也好 跟他一起学的 他也是 他不一定说啊 但是他可能用动作啊 是不是 他可能用这个棒子 这样来敲 用棒喝 有没有 用棒或用喝 那或许就有机会开悟啊 棒喝之下就开悟了 或者就捏你的鼻子嘛 还是怎么样 那这个棒跟喝 那不是也是一种表达吗 是不是 也是一种相对性的表达 还是要种种的方便啊 所以有明相安利的一切法 那就世俗地 还有不弱明相的圣意地 照理这个圣意地 应该是不弱明相 但是在不可说的圣意地 那还是要说啊 还是要说 那就还是落入明相分别 这个角度一的 瓜五二后面还有 我们看321的角度 佛的回答 色乃至十八不共法 色就是五蕴 等等嘛 然后接着就有十二处十八阶啊 这些凡夫法 是不是 那一直到 生文的菩提 辟师佛的菩提 还有佛的菩提 这些 圣子的法 所以色乃至不共 十八不共法 就包括凡圣的法 那就是一切法啦 那么在一切法当中 那当中是 无明谈爱的缘故 意想分别 那就会分别说是明是无明 那就会多如有或者无 这两边嘛 那就会失去智慧的光明 那因为没有智慧的缘故 不见不知 色必尽空 无所有相 那就会生意想分别而知足 乃至四重 十二入十八剑 十二因缘等等 四重 就是四韵啊 因为是接着前面的色嘛 一开头就 都会先取色韵啊 那 那一个头一个尾 就包括五韵嘛 那五韵讲完之后 就十二处 就十二入嘛 十八戒 云处戒 这三科 接着有十二因缘 然后四圣地 这些初世法 或闻善法 所谓六波罗命 还是十八不共法 一如世间法 意想分别 着圣法一如是 它不管是善的 或者是一般世间法 它都有所执着啦 以至故名度凡夫处 如小儿为人倾孝 如人以子是月 于者但看子 不看月 智者倾孝言 如何不得 是亿 是者亿 此为知月因缘 而更看子不知月 重点就是后面这边嘛 诸佛贤盛 为凡夫人说法 而凡夫执着 因生语言 不取胜人意 不得真实意 因为不得真实意 那就一样会产生执着 在十项当中产生执着 这个也是对照前面那一段的经文 对照前面那一段的经文 也就是说我们正百一十九月 不是演《小品波尔经》吗 《小品波尔经》的这一段的含义呢 在《大品波尔经》的卷三 就是角逐一这边 就是有类似的一个内容 有类似的一个内容 他也是提到凡夫嘛 为什么是 之所以是凡夫 就是因为什么缘故 那《大品波尔经》 《大智度论》这边有提到嘛 所以可以做一个对照了 可以更加清楚 好 我们看三百二十一页 三百二十一页在讲座的这边 有没有 讲座的科判是怎么样 一切法与空的关系教学 这样科判也蛮清楚的嘛 因为要谈到一切法跟空 那他在教学方面 就是说 《伊波尔经》嘛 《波尔经》 哪些部分是跟这个有关的 是怎么样呈现的 是用什么样的名相来表达 这边就开始说明嘛 然后这边又分几组 第一组是真如跟法性 这一组嘛 那就圣义地来说 夏品般若 夏本般若 那通常也会提到真如 那有的时候会提到法性 比如说这边有提到嘛 法性唯一 无二无三 法性就是一 没有其他的 他就是一嘛 那这个法性那也是非性非做 非性非做 非造作出来的嘛 也是非这种分别性嘛 分别的自性嘛 或者是 法性就是非世间性啊 或者非凡夫性嘛 或者非世俗地 这个部分啊 这个在《小平波尔经》 圈诗跟《方光波尔经》 也有提到 《方光波尔经》是属于中本嘛 有没有 但是他在内容上有些还是可以互相呼应的啦 第一组就是提到真如跟法性 那第二组呢 就提到法界 实际跟法助性 这个是在中本波尔的前分 那后分也有提到法界 或者实际 或者法助性 好 那第三组呢 就是 有提到空无相 在真如的十二种艺名当中 我竟然就没有看到空跟无相嘛 那 但是 在经文当中也会提到无相 比如说这段经文 大平波尔经 大平波尔经卷二十二 是一切法 皆不合不善 也不是聚合 也不是离善 那无色无形 就超越了这个色相 无对 也超越这个障碍 对爱嘛 对就是对爱 就是加上一个 那个阻碍的爱 会比较清楚啦 或者是障碍 或者是直碍 一相 称医界法 其实它的真实相 叫做一相 那 也就是无相 空也被称作空相 所以第三组主要就是提到空相的部分 或者无相这个部分嘛 可以把它看成一组 那空相不就是空吗 所以第三组就是空跟无相 可以把它看成一组 或者分开也可以啦 有些地方空单独的 它有些地方无相 有些好像会一起谈到 有没有 我们之前293页 297页 有没有 297页这个表 就很清楚啦 有些地方 它空无相无作 会是一组嘛 但是假设单独谈到空 空的时候 就是说 有出现无相无愿 它就会出现空啦 空无相无作 它都通常就一组嘛 假设没有提到无相无作 它就另外 另外就单独 比如说 有提到空跟无所有啦 或者提到空跟不可得 或者提到空无身 远离极灭等等 好像空跟无相 并在一起 就会跟无作并在一起啦 因为它等于是三三昧 就会形成一组嘛 一组一组这样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就可以把它分开嘛 一组就是无相这一组 另外一组就是空这一组 诸法空相 我们心经都会送到嘛 不生不灭 不够不经 不争不解 但是心经的这一段文 在大禀波罗经也有 大禀波罗经的卷一 也有提到心经的这一段文 好 接着呢 那行为讲座的科判 它是把空无相看成一组 另外空相 或者空就是一组 就是圣意地 或者真如或者涅槃的意名 它会不一样的名相出现 但实际上都是指圣意地 第一地 因为第一地 你要让众生 约略地去了解到 体会一下 那也是要施设安利种种的意名 是不是 从真如法心 一直到无相 空相等等 或者空等等 好 接着就讲到另外一段 如实性结一切法皆空的关系 一切法皆空 那就 就牵涉到一切法跟空的关系 那怎么样就如实性结呢 这边就举大波尔经 全章大师翻译的大波尔经第二分 有提到吗 那这个第二分其实属于中本 对应的是中本波尔 但是这段经文跟新经却是非常的接近 有点类似 那这边是把他分成三大段 标中明义 两大段 三大段 第三段是结成 先标中 标举他的宗旨 先讲一个结论 他的宗旨是什么 接着就解释 要解释 说明他的意涵 最后再做一个结论 标中这边就讲 这例子 诸色空 彼非色 有没有 诸色 是空 那这样子空 那就不能说他是什么 所以我们就称作非色 或者说 这不是凡夫所认为的那个实在的色 那其他的四孕也是啊 诸受想型是空 那就不是凡夫所认为的那样子的受想型是 好 322页 这段经文就 可以故 色力指诸色空 彼非辩爱相 这边就开始说明了嘛 为什么是色空 然后 为什么是非色 为什么是受想型是空 然后非受想型是 那这边就开始解释嘛 因为 因为怎么样 因为不是 辩爱相 本来是色应该是辩爱啊 那受应该是凡啊 它有一个相嘛 是不是 就是说 色的定义是以 它是 它的性质 就是辩爱嘛 那受 那是理那 想是取向 行是造作 事是了别 那这边都把它佛定掉 就是说不应该执着啦 应该要空掉 所以用非 这样子 非辩爱相 这是色的部分 受呢 非理那相 就是说在缘起的 这一面 那当然是 有辩爱 有灵啊 但是就 实相的那一面 那就不能再执着 它的辩爱 灵啊 等等 有没有 二一顾色力指 色不易空 空不易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跟心境一样嘛 是不是 就是色跟空的关系 当然是 不易就是不理啦 色跟空的关系 是怎么样 它是不能离开的 色不离开空 空也不离开色 就是不易 这一组 那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呢 两个是相即 那不就是 相即就是等同嘛 等同的意思 不是两个比较是一样 不是有两个 它是一个 不是说这个不离开这个 有另外一个 又不离开这个 就变成两个 到了急事 它就 不是两个 是一个 色就是空 空就是色 所以说色的当下 包括受想形式 它的当下就是空 那空呢 当下 缘其有 也呈现出 受想形式 这些缘起的像 受想形式 不易空 底下都一样 那么结论是什么呢 诸法空相 不生不灭 不染 不静 就不够不静 不增不减 那这边 是心经的内容 这边再加上 非过去 未来 现在 就超越了 时间的过去 未来 现在的像 包括时间 也超越了 不生不灭 这边 大约先看一下 在327页 这边 有没有 我们讲义327页 它就解释 什么是不生不灭 什么是不够不静 什么是不增不减 什么是非 未来 非过去 非现在 那不 生灭 是跟法体的 有无 生灭有关 有没有 生灭 不生不灭 下面 那一行的后面 有没有 因为法体的存在 或不存在 来说的 就指那个法的本身 那一法 一一的法本身 本身它是有 还是无 还是生 还是灭 是不是 那就超越了这些 不管是有无生灭 它就超越这样的相对性 有没有 最后一行 不是这样吗 那构境呢 就是旧法 那一一法的性质来讲 那也超越了构境 就是染境的一种相对 染境不是相对吗 前面生命也是相对吗 那这边是超越了 这个 那一法性质上的相对 那不争不减 是针对法的数量来讲 那也超越了数量的 增减的相对性 那飞过去 飞未来 飞过去 飞现在 是超越这个时间项 好 回到三百二十二页 所以它要怎么表达 这个空向呢 它就用这六步来表达 这六个步嘛 就法体的本身是不生不灭 就法体的性质来讲 是不染不尽 不够不尽 就法体的数量来说 也是不增不减 那这样子就算一个完整的 对空向的解说嘛 那这边再加上超越了时间 时间项的这个部分 有些会认为 有过去 有未来 有现在啊 那说一句 不是主张三四十有吗 有没有 是主张三四十有 所以这边就 明确的跟你讲 飞过去 飞未来 飞现在 过去也不可得 未来 现在也一样不可得 三星不可得 但是你落在世间 你还是要做一个区分 你们所谓的过去 你过去怎么样 你过去的二十年 或者过去的那一年 你生活的怎么样 现在又怎么样 将来我希望怎么样 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分别 实际上时间 也是 时间的这个部分 也是信空 也是不可得 就是说过去未来 现在它是一个相对 相对来说 这样比较容易 容易来分别 来说明 它实际上就实际上的本身 那当然是要超越这些 相对的过去 未来 现在 接着讲 如是空中 无色 无受想形式 无言而必则生意 这些 那这边就分几组了 第一组是无色 无受想形式 这一组 就无言不可得 再来是 内六处跟外六处 十二处 也不可得 这是第二组 第三组是十八戒 有没有 它先从眼 这边来看 眼界 色界 跟眼视界 那总共有六个 那就是八戒 有没有 眼界就是 眼根的部分 那色界就是 就是色层的部分 那眼视界就 就是六根 六成六式 根层式 这十八戒 都不可得 这是第三组 那第四组呢 就是十二因缘的部分 那么十二因缘 有流转跟环灭嘛 流转就是无名 那么到 老死 愁叹 苦忧恼这边啊 它前面都叫一个五 就是流转门 也不可得 那环灭门呢 就是 无无名 无名灭 一直到 到什么 老死 愁叹 苦忧老 灭嘛 那再加一个五 就是 环灭门 十二元起的 环灭门 也不可得 这样子 这是第四组 那第五组 是四圣地 有没有 无苦 无苦圣地 无极灭 道圣地嘛 第六组是 无德跟无限观 就是无自义无德啦 行进讲的 限观就是智 就是能观的智嘛 那德就是所得的 这个道果啦 对嘛 这是一组 无德 无限观是一组 第六组 那么 第七组是 声闻的 世果 就是无欲流 无欲流果 一直到 无阿罗汉 无阿罗汉果 这是第七组 那么第八组 是辟治佛的部分 无独觉 无独觉菩提 那为什么不直接讲 无欲流果就好了 为什么要前面 再一个无欲流呢 这代表什么意思 欲流果 是人嘛 那相对的 不就是有它的法吗 是不是 就是人跟法 他都提到了 预留果 果位应该是属于人的 这个部分 阿罗汉或者预留 是属于法的部分 有没有 独觉菩提 菩萨 菩萨行 那这样菩萨行 就属于法 菩萨是属于人 有没有 所以可能是前面是代表人 后面是代表法 就是预留 它代表出果 这个人 它预留果 是代表出国所正的那个国法 或者那个法 比如说它要断三截 出国要断三截 预留果 那个法 前面是人 后面是法 有没有 最后一组 无正等觉 就是佛 无正等觉 菩提 就是佛的法 总共有十组 这就是一般最熟悉的 就像星经 菩萨行经 提到的 师父一光光不一色 师即是光光即是色 受想星 是一复如是 这方面的一个教学 教说就是教学 这一教说 中文 本般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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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经文来解说 底下要开始解说了 323页 这段文字名 受想行事 五蕴 五蕴皆空 然后依空来说明一切法 就是一样 依此类推 说明一切法不可得 五蕴主要是我们有情众生的身心肢体 那广义来讲 就包括七世间 这些三额大地 长木丛林等等 可以说是一切现象界的分类 就把它分成五个 色蕴就是属于物质的这一类 那受想行事 属于精神的这一类 为了简单来说明 就举色蕴来讲就可以了 那么整段经文 可以分成这三段 三节 标准是第一节 名义说明 要做一个说明 最后有个结论 第三节 我们先看标准好了 猪色 其实这色的后面 你可以把它逗好起来 或者不用逗好也可以 猪色 它是空的 那猪色呢 又非色 所以你把猪色 在这边逗好起来 那后面是形容 那个色的实相 空也是嘛 非色也可以来形容啊 有没有 比 比就是猪色嘛 猪色 空 比 比 然后一个逗号 再非色 所以你如果猪色要逗号 比 后面逗号的话 那在空跟比之间 是不是可以用 那个分号 也是可以吗 那这样子是比较稀 那直接这样标也是可以 猪色空 比非色 直接这样 来解读 也可以色 当下就是空 那比 这个色的当下 也是非色 不是一般 凡夫认为的色 好 这边怎么讲 不像与菩萨波蜜相应 就是空相应嘛 那为了要说明菩萨波蜜 照见 照见无印皆空 那所以就 那就依这个来说明 就是了解了 诸色空 比非色 然后你就知道 什么是无印皆空了 或者你就知道色运 为什么是空 色是一般所说的物理现象 那其他是精神方面 心理现象 那一般所知的这个色法 是本性空的 这个意思就是说 色即是空 它不是要怎么样去观色 明空 它本来就是空的 你不需要透过观还是怎么样 但是就凡夫来讲 那还是要用观的方式 但是在说明上 它必须说明这样 它本来就是空 发而如是 本性空的 那我们就把它称作非色 那么这两句 那在其他的经文 也可以这么讲 是色 非色 空 是色 空 非色 有没有 要形容这个是色 那就用后面的非色 跟空来形容它的实相 那么是色 那它当体就是空 那也就是非色 这是说色是非色的 所以色是空 那色是空 所以是非色 那就是 它反复 因为空 所以是非色 因为非色 所以是空 其实意义还是一样 好 我们这段课 先到这里 休息一下 好 323页 标中的主要重点 就是这两句 色空 比非色 或者是 这段后面 倒数第二行 那边 是色 非色 空 是色 空 非色 其实一样 它只是 一个是非色排前面 一个是空排前面 那意思是怎么样 非色的意思是怎么样 就是说 是色 非色的意思 就是说 这个色 不是一般人所执着 那个实在的 或者永恒不变的色 所以我们就把它称作空 然后第二句呢 是色 空 非色 就是色 是空的嘛 所以 那就不是 色的实相 是空 那就不是一般人 所执着的 那个 实在的 永恒不变的 那个色 所以称作 非色 其实 两个是一个 非色 是空 那空其实 也可以用非色 来表示 两个都一样 意义还是相同的 只是它 应该是有它的含义 应该是有 遮浅的意思 因为你讲空 有些会觉得 好像没有 它加上 非色 所以当然还是有色 但是你要 你对色的执着 是要去掉的 那个不正确的认知 要去掉 所以说非色 可能也是有它的用意 好 接着 这边好像讲的蛮简单 是 那个谁 他问说 怎么样去如实的心结 那佛讲得很简单 就讲心结 对啊 那金刚经里面 有在讲就是说 他问说 那佛你这么说 那一般的人会产生性结 那佛就讲很多了 对对对 不是只有讲这样子 那讲很多讲什么呢 讲说好像 他以前 他也不是这一世的因缘 三世 那个那个 对 都有三世的因缘 才会产生性结 嗯 是啊 那一般人大概也不难 只有讲这样就知道了 嗯 嗯 不是 因为 嗯 在不同的 那个 比如说 大波尔经 它就是等于是 好像是四处十六会嘛 对 等于是在四个地方 那 有十六会 是 区分来 十六分 那像花园经也是嘛 有七处九会 或者是 七处八会 十处十会 就是说 不同的 那一会 会有不同的因缘 比如说 这一会的会主 可能是文书菩萨 另外一会的会主 是普贤菩萨嘛 有时候 另外一会又变成佛是会主 所以在 它内容可能接近 但是它表达方式 就不太一样 它那个文书 菩萨为会主 它的表达 跟普贤菩萨为会主 的表达 可能就有些 有些不一样 这样 类似这样 那佛又是不一样 所以它这边 嗯 就是要看 看一品一品 或者是 一会一会 这样来看嘛 这样子 所以它会有 像金刚般若 有没有 你刚刚讲的金刚般若 它就会有它的表达 那它的表达是比较接近 小品 就是夏品般若 好像比较接近 因为夏品般若的道行般若 那或是小品般若 它在整个表达上 导师经过比对 就觉得跟金刚般若 的那种风格 蛮接近的 而且谈到一些迷向 也比较接近 有没有 它不是一开始就是 先整理一下 然后去起食吗 起食回来就用完 用完就洗一下脚 就打坐 是不是 就很平常的生活 那么在道行般若 这个小品系的般若 也是有类似的情况 类似 所以导师就会很注意这些 这样子 所以说它的一个缘起 然后它的一个说明的方式 导师会去注意 去比对 所以 那其他的就不一定是要这样子来表达 有没有 就像心经 心经 那 一般来讲是说 整个 波尔经是整个大圣佛法的一个核心 那这个心经又可以说是整个波尔经的一个核心 这样 这是比较重点 重点里面的重点 所以当然导师就取这个来说明有它的含义 但是其他的就先不谈 就针对这个重点来说 好 底下就说明 说明它的意涵是怎么样 好 先讲 黑股底下就明义 说明为什么是这样 你讲结论 但是有人要说明为什么 为什么是空非是呢 诸是空比非变来像 那这个就是就自向空来讲 自向空 有没有 就是说 因义法有它的一个志向 但是那个因义法的志向本身也是空的 它也是无自信 它也是会变 不一定一样 不一定永远是维持那样子 它会随着因缘会变化 这样子 所以为什么知道有那样 这样那样的法呢 以相顾知 相顾知 就是依法的一个特征 有没有 色它的一个特征 就是变爱 受 受孕的受 就是它的特征是理那 那想是取香 等等 行是造作 那是就是了别 这些 如变爱是色的相 那么变是什么呢 就是变 会变化啦 会有 变化之后会有所差异嘛 变异 变化之后 它就跟原来的不一样了嘛 所以是变异或者变化 那爱呢 那爱呢 就是它会障碍其他的啦 它有这个东西就不能有另外的东西 有没有 比如说麦克风在这边 其他东西就没办法摆在这里啦 那这边就摆麦克风了嘛 除非 其他的其他的空间 再来用 物质占有一定的空间 有这个就不能有那个 比如说波派佛教的学者有提到吗 就是这个色法 可以分析到最细最细的那个物质 那就称作极为 那么这个极为的定义呢 就是不可再分析啦 已经是最小了 那也不可入 就是不可处 就是既然不可分析呢 不能容纳其他的啦 这个是跟古代的原子说是一样的 不可入 老师说这就是爱的意思啦 其实这个也是有他的一个问题 你说不可分析 真的在中任里面都有 都有破斥啦 破斥这个极为 就是他有破斥这个物质 分析到最小的那个极为 还有时间分析到最小的那个岔挪 这个都有说明 哪里 十 叉挪 叉挪一般是时间的最小单位嘛 是不是 叉挪 那他这个最小他认为是有 他只是很小很细很细 但是很小很细很细 那个物质或者那个时间还是有啦 他就认为那个东西是石油的 一般所说的变异 还有执爱相 那在大圣里面是加以否定的 有没有 就是无嘛 但无不就是否定吗 无射无受想形式 无颜的鼻子的生意 无射身相会处啊 不是就是否定吗 没有变爱的决定相 怎么可以说是色呢 就是说他没有一个 没有永恒不变的那个相 那个自信嘛 所以没有变爱相 那不就是相空吗 所以那就是这样讲 就是空非色 那如果瘦呢 瘦一样是 瘦是空 然后非瘦 那想也是一样啦 非想 意识类推嘛 好 底下提到 二一顾色力子 色不异空空 不异色色 即是空空 即是色 这个在导师的波罗心讲记 有提到 好 那就是进一步啦 进一步来解明空意啦 325页 色不异空 空不异色 有的经文是怎么讲 色不离空 空不离色 他就把意 改为离了 那其实一样的意思 他就是这两个啦 他这两个来做 比较的时候 就是这两个 其实是不离的 分不开 不能离开啦 色也不能离开空 空也不能离开色 那么空是内盘的 另外一个名称吗 那外人有些会认为 空跟色不就相对的吗 是不是 色不是空啊 空也不是色啊 空怎么是色呢 色怎么是空呢 那外人他认为的 涅槃是什么 涅槃的空是什么 他是离开色 有一个空 你要观这个色 然后离色灭色之后 那个空才显现出来 所以经文就进一步讲嘛 色空非色 是本性空嘛 是当体极空的意思啦 他就直接说是空啦 那为什么是空 因为是非色 因为是非色 没有他色的一个 一个自性 实在性 色如幻如幻嘛 没有决定的相啊 不就我们就把它称作空嘛 它称作空 那也就是非色的意思啊 就不是一般 一般人认为那个实在的色啦 没有决定的相 宛然是有 但还是有啊 如果随着原体 原起而变化嘛 但是当体极空 当体极空啊 他当下就是空 他没有说离开他 另外有一个空啊 色以空是不是离跟义的 其实离就是义嘛 义就是离 所以离 义也可以并在一起 或把它断开也可以啦 就是说离跟义之间 你用个顿号把它错开 这样应该也是 也是一样的意思啦 不是离 也不是义 不是不一样吗 义就是不一样吗 那也不能分 不是完全别义 也不是可以切割 分离的 把它分离开 它就是一个嘛 而是极色明空 就在这个色 色运或者色法等等的当下 来正空性 来说明这个空啊 来了解这个空啊 来了解这个空性 即色是空 就是那色的当下 那就是 就是色本身啊 就是本性空嘛 这样子 就是说色的本性就是空 所以叫本性空嘛 所以我们称作 就是即色是空 或者空即是色 射即是空 波尔大圣的一个特色 或者是一切法本空 或者本 本性清净嘛 本性清净 这个也就是 世间的实相 那就是 就是世间几内潘啊 为什么说世间几内潘啊 可能在这个世界那么苦 有没有 这个美国大选 我们就很多人 就觉得很苦恼 有些人 他心目中的理想的人选 好像 好像 他就要起烦恼了 他就不开心啊 他就不爽啊 是不是 所以这个也是 个人执着的点都不太一样 他能够 如果了解到这个 他当家应该是可以很轻松 很自在才对啊 因为世间的实相 就是涅槃的实相 都是空相 所以世间就是涅槃 那世间既然都是 就是涅槃 解脱 那有什么放不下的呢 是不是 有需要这么执着 或有需要这么烦恼吗 你烦恼执着也没用啊 你烦恼执着要整个众生的供业嘛 等等 因素错综复杂啊 不是你想要谁当选谁 谁就一定跟供业有关的啊 多少都会有关嘛 当然供业里面一定有别业 现在已经早有变数 是不是 本来这种民主的选举 本来变数就很多 变化就很大 就是看选民 就是不管变数 变数都一样 反正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们只能说尽可能 尽人事嘛 让那些比较不好的事情不要发生 谁当选好呢 谁当选不好 我们也不知道 对啊 都不知道 其实很多都是未定之天啊 谁当选觉得那个病毒还在啊 又不是病毒不在啊 是啊 传播当选对我们比较好 那会配中共 只是说 有些他可能就觉得 这个候选人可能对 对这个疫情 他会比较会去控制 另外一个可能对疫情呢 不太 不太就有什么作为 类似这样吗 有人说传播当选的话 人民帝都会变成废子 中共会被那个 没有 那也没事啦 还是有那个诡则在搞 对啊 只是说 他有一个方向 有个趋势 是会影响一些 但是 各有各的福报因缘嘛 是不是 你说那么多人啊 总是有一些很有福报的啊 有一些福报比较差的 像美国那么强大的国家 也有一些福报很大很大的 也有一些福报很差很差的都有啊 就是这样啊 反正就是千差万别的嘛 那只是说 大家都希望 往好的方向来发展嘛 有没有 希望不要打仗 希望大家经济好一点 希望不要加税 希望日子好过一点 幸福快乐 过日子就好了 那他打仗也不是他决定呢 这个打仗不是 打仗是很花钱 而且很悲惨的 这个比什么都还厉害 对啊 这个无形的 无形的炮弹 比什么都还厉害 台湾算是福报相当大的啊 你看看欧洲那些国家 欧美国家 哇 那个每天都有人确诊 每天都有人往生 那真的很麻烦啊 是不是 那我们这边 就要珍惜 珍惜这个 至少 至少整个整体 整体上 整体上是相对来说 是好很多啦 好很多啦 因为你如果严重的话 那他就要干嘛 那要干嘛 他们上面都会紧张 对不对 对不对 那封神还是怎么样怎么样 哇 这个限制就很多 目前为止还算不错啦 以后还不知道怎么样 对不对 要知足 赶快把握这个因缘 好好积功累得 比较实际嘛 好好精进用功 比较实际啊 是不是想太多了 想太多了 没有 但是最究竟 咱们能够《斯文童》中意τά 那不就实相吗 世间的实相 都是一样的 那不就是空相吗 那怎么会有这个十项空项怎么会有差别呢 这就是色空比非色的一个进一步的说明 那你要去好好体会一下 是不是 好好体会一下这个经文 还有论文之间 的一个关系 色空也可以这么来理解 色空这两个字 就是说色就是本性空 本性空就是空 它那个空就指那个本性空 或者说当体极空 当体极空也可以说是本性空 所以说看你怎么解释 所以说你要先去理解 去理解之后 那你自然可以用你自己的理解来解释 就是这些所谓的本性空 或者当体极空 这样子 好 以下有一个结论 326页 是诸法空 是诸法空下以下 那就是结成 那结成就很多很多内容 它就从运出结一直开始 一直到最后的佛菩提 都是空 都是不可得 有没有 有没有 不可得法门 是从性解 一切法空 经过柔顺忍 而无身法忍 柔顺 无身法忍之前 就是有一个柔顺忍 他就还没有到 无身法忍的 那个阶段 那先有这个 柔顺忍的 这个智慧 有没有 角度十六 瓜五一有提到 菩萨先驻柔顺忍忍 有没有 学无身 他一样一样是在 是在修学 无身无灭 亦非无身 非无灭 离有间无间 有无间 非有非无间等等 灭出戏论 那最后 那到了一个阶段 那才得到无身法忍 无身忍 就是说在柔顺忍的阶段 他已经对于法空 有某个程度的圣洁 有个性洁 但当然不像无身法忍这样子 无身法忍就见到位了 以身文来看就是出国 那就是出国 出国之前 那 成就柔顺忍这样子 好 那么得到与内盘同一内容的身物 不过通达而不正路 不过通达而不正路 到了无身法忍就是 类似就是 悟得涅槃的那个境界 但是他不正路实际 不正路涅槃 那只是通达 就是说他的智慧 可以达到那个 入涅槃的程度 但是他不入 好 柔顺忍是圣道的实践 不是圣玄的理论 导致这句话就提了好几次了 可见这个句话真的很重要 也就是说 我们学习柔顺忍就是要转返成圣 不是在那边搞一堆理论 弄一堆很玄妙很深奥的理论 但是当然在说明的过程当中 大家也会觉得好像也蛮深奥的 蛮玄妙的 但是重点还是实践 就是怎么转返成圣 这才是重点 所以柔顺忍只是一切法本性空的观照 目的第一是空 空向或者空性的体物 就是说在过程当中 还是要去观照 观照一切法空 或者一切法本性空等等 那十六空都可以来观照 所以先标色空 所以先标色空非色等等 受想形式空 受想形式就非受想形式 再从色等的向空而说明即色是空 最后一样回归到最前面的结论 那表示一切法皆空 一切法空向就是一切法空 或者一切法都是空 那当然包括空也不应该执着 空性或空向是超越明相分别 明就是明字 这些文字等等 语言文字相 那相就是它的外相 外貌特征 比如说我们就用直爱 来形容这个色 用琳娜来说明这个受 所以色的向我们就称作灵纳等等 分别就四伪分别 我们有意识心的分别 不若对待 其实是不可说的 因为明相分别 不就都落入对待吗 不落入对单 也就不可思不可意不可说 如大平波罗经说 一切法不可说 一切法不可说相即是空 是空不可说 所以没有空相 这个空相或者空也是方便假说 不得不 不得不就说空 最接近那个实相的一个方便说 生的27 经常提出这六部 还有非未来等等三世 非过去非现在非未来 来表示空相 的确就解释不生不灭 生是什么 就是生起 那当然就是有 有就是存在 也就是这个存在 它本身一定是现起或生起的 那生起 那当然 也就是存在 你不能说它现起 然后不存在 或者是存在或不现起 那两个是一个 那灭呢 就是灭无 就是等于是不存在 就是不生起 反面就对了 这个是就法体 那个法的本身来说的 这个法的 它到底是存在呢 我们就称作生 假设它存在 我们就称作生 或者称作有 那不存在 我们就称作灭嘛 那实际上就是 生生灭灭 生生灭灭 这样子 生生不已 其实也是灭灭不已嘛 那生不是伴随着灭吗 那生生不已的生灭 生命之流 不是 生灭生灭这样子 但是大家有一个倾向 比较倾向深 所以我们就称作 生生不息嘛 有没有 生生不已 但空向不是说 是有事无 或者是先 没有而后有 先无而后有 那也不是先有而后无 当然在向上会有 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那实际上是不生不灭 那表示超越有 无生灭的一种相对嘛 那落入世间 它就会区分有跟无 那生或者灭 就像会有区分 那个贫跟负吗 或者是美跟丑嘛 一定会区分 这些相对的东西会出现啊 有没有 这边就提到法体的部分 就是不生不灭 那就法体 本身它有呈现出一个性质出来嘛 那性质会分购跟静 扎软跟清静 那但是空向就无所谓 扎软跟清静啊 空向怎么是 你说它是属于这个 还是属于那个 那经上也会提到清静啊 但是那个清静 不是相对扎软的清静 那个是代表空的那个明相 不是相对的清静哦 它不是相对扎软的清静哦 经上说的清静 通常是代表空啊 也是一个方便说 大著作人有讲嘛 毕竟空就毕竟清静 因为一般人会觉得 空好像什么都没有 会有一种畏惧的感觉 所以就方便说 哎 清静 好像有一个清静的东西 其实用清静来代替空啊 一方面说空性也是再惨不然 惨就是烦恼嘛 就是说你有烦恼 那它也不会因为你的烦恼 去染污它 那你断了烦恼就出禅嘛 出离这个烦恼啊 那么也不是另外得到 一个清静的空 就是这样 不会另外得到一个清静的东西 不会让它清静啊 也不会让它染污啊 那它本来就是这样子啊 所以不够不尽 不就是超越杂染清静的相对性吗 就是说性质的部分一样是空啊 它没有所谓的杂染或清静这样子的一种分别 好 接着讨论到这个法的本身 会呈现有一个数量的 的一个情况吗 真就是多 减就是少嘛 真多或减少 那空性 它不能用数量来形容啊 无数无量嘛 所以不真不减 就超越了这个真减的相对性 就是说你震得空也不是增加什么啦 所以你没有震得空 也不会对空的本身 也不会减少它嘛 是不是 天下本身也不增不减啊 但是落入世间 还是有真有减嘛 大家还是希望能够加薪嘛 或者是自己的生活能够改善嘛 那你要看你有没有做相对的努力 或者是你的福报有没有去增加 你的福报增加呢 当然就没问题啊 你不增加你的福报 不增加你的智慧 那你又要想要一个更好的生活 那可能要靠你过去生的因缘嘛 不增不减 好 现在讲时间 空性是超越时间相的嘛 所以未来非过去非现在 那另外 那现在就举这个比较重要的这些法嘛 运触戒 然后四地十二元起 然后四地十二元起 运触戒是四间法 那接着就出四间法的四地跟十二元起 是空不可说 说空相不生不灭等 所以说应该是一 看看 includes我们假发 是不是 那空相是这样 那其他的也是啊 是空相中 五设等五蕴 那空相中也没有十二处 十二处也不可得啦 十八戒也不可得 四地十二元旗都不可得 也都是空相应 接着德跟观 德就是所正的那个果位 那现观就是能正的那个智慧 就心经讲的无知义无德 现观是现正的智慧 没有智慧就没有德 无欲留 无欲留果等等 这些没有身闻圣的嗜果圣者 己所得的是三门果 没有独觉圣者 没有正德的独觉菩提 有没有 所以他前面都是指人 后面都是指法 这样子 无菩萨 无菩萨行 无正等觉者 无正等觉菩提 所以这个三圣 神闻 圆觉跟菩萨或者佛 不管是人或者法 在空性当中是不可得 好 三百二十八页 这段文字与心经的主体部分 可以说完全一样的 只是心经是比较简略一些 比如说照见无影皆空 一直到受想形式 亦复如是 与诸摄等空比非摄 到空即是受想形式 是一致是相当的 既然无智无德 那有智有德的三圣圣者 这是人 跟三圣的圣法 那当然也不可得 就简略了 也就是说他用 心经就用无智义无德 来寒色后面 寒色后面那几组 无欲流果一直到最后 无正等觉 无正等觉菩提 这样子寒色进来 最后是波尔道的实践 波尔道的实践 是因一切法而观 为一切皆空 就一切法的本身 来观空 那看我们有没有办法观空 是不是 就不离一切法的本身 又超越一切法 能够正空 不就超越了吗 如写的体悟 如大智多论这边讲 波尔道命能灭出邪见烦恼 戏论将至必尽空 那都把所有的邪见烦恼 戏论都去除了 那不就是正空吗 正空性啊 所以成果之道有讲 戏论依空灭嘛 有没有 就是无名 为什么 十二元起最前面不就是无名吗 无名才有形嘛 那无名的前面是什么 无名的前面叫不正思维 不正思维的前面就是细论嘛 那这边就可以了 已经到了源头的部分 所以 怎么灭细论 你灭了细论 就灭了不正思维 就灭了无名啊 那后面就生老死都灭了啊 细论依空灭 你只有自己的空性才会办法灭细论啊 否则都没办法灭 这样子 所以般若将入必尽空 绝出细论嘛 那方便将出必尽空 沿途收身 有没有 维世中 维世的学派 它在解说上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 般若真见到的时候 都是没有任何像可见可得 相对于真见到 就有一个像见到 所以在角株二十一 瓜五一这边有提到嘛 导师在变法法心论 这应该是维世的一个 的一部论嘛 这边有提到 变法法心论讲迹有提到 在修行的五位 就只两家行见到修到就近嘛 在见到之前 不就是要具足资良吗 要加工用行啊 有没有 不管是资良加行 其实都是要提升 我们的福德智慧啊 或者慈悲跟智慧啊 才有办法进入剑刀位嘛 那经一部修到就近 经之良位到加行位 那么到了四第一法 这应该是内盘位的最高啦 下一刹那真正的智慧现前 那么正见现前称就见到嘛 那见到又分两个 一个是真见到 一个是相见到 正见是真见到 波罗金讲 慧眼与一切法都无所见 就是 其实慧眼的意思就是 正空性的那个智慧啦 他用慧眼来形容 佛不是具足无眼吗 肉眼 天眼 慧眼 法眼跟佛眼嘛 就是不一样的智慧不一样嘛 肉眼就是 繁复的肉眼嘛 繁复的智慧啊 慧眼就是 慧眼就是 慎者 以上的智慧啦 就是 出国位以上的智慧 或者出地以上的智慧 那 就是神就无所见 那真正的波罗金 并且一切法都不现前 这就是毕竟空性嘛 或者甚至乌乳 法性 无能取所取 无能取所取 平等平等 都无所见 意思就是跟凡夫有一个区隔啦 他不会像凡夫那样的见啦 他见到的是实相 是空相了啦 所以用无所见来形容 那么菩萨在定中 真见到一切法都不可得 从真见到出定之后 那就会有这个方便的智慧嘛 正如后德智 就是说应该是真见到闲 然后后德智的这个相见到 再后 有没有 通道空性是什么样 在后德智当中用世间的语言 这些思想来表达出来 法性就是用方便说啦 方便说怎么样怎么样 其实这已经不是那个实相了嘛 因为语言文字就落入相啦 有这个语言像文 语言文字的相可得嘛 所以就称作相见到 就真见到它是不可说啦 不可说当中要说 就称作相见到 真见到时波尔是无相的 没有一切相 空相也没有 那一切相不可得嘛 那维世家这样子讲 中观家也这么讲 所以没有任何相可见可得 就说不管文字学派 中观学派 在这一点上 他的见解可以说是一致的 好 最后 菩萨一切法和观一切法空 那么如实通道 所以正在空性的时候 那么一如 就是真如或者涅槃 或者实相 或者空相是无二无别的嘛 譬如种种设身到 熏黎三王边皆同一色 那都是金色嘛 或者那些河流入海 那味道都一样啊 海就是那个味道啊 都是咸的味道嘛 但是不同的河流 有不同河流 一般还没有入海之前 就称作淡水嘛 那就是没有咸的味道 那一入入海 那都一样了 不如今所说的空中无事 无等正觉 等正觉菩提 也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涵 一个意义 今天就到这里 下一次应该就 第三章就结束了 好 那后面还有一个附录啦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下一次我们也把附录大概再看一下 今天的部分有什么疑问 或者是